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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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 黄金莲华之豆哥敬意 乐与东国力 呜呼 上个星期 我们完成了 第一回合团战的第三场比赛 是 那是由夏日支撑队对垒八面玲珑队 而夏日支撑队以1.4分的差距 暂时领先了八面玲珑队 那今天要进行的是 第一回合团战的第四场比赛 同样的战队继续战斗 那么主题依旧是至青春 好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我们四位导师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就是 八面玲珑队的刘兴玲导师 杰出非凡队的林俊杰导师 夏日支撑队的夏慧导师 千方百计队方中化导师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我们三位评判嘉宾 首先第一位是非常帅气的 972DJ洪胜安 歌唱导师 廖婉婷 资深歌唱导师 云翔 这次的赛事呢 在四个回合的团战过程中 除了评判团打分之外 导师也有加分权的 是 那这个加分权呢 一次加三分 到底什么时候使用 就由我们的导师们自己决定了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团战呢 比的不是个人的成败啊 团战呢 是要为我们的团队 来争取荣誉之心 而且到了最后呢 我们是要以团队的累积分数 来决定淘汰人数 在本回合胜出的两支团队 将在下一回合相互较量 分别争夺四颗 及三颗荣誉之心 而落败的两支团队 则分别争夺两颗 及一颗荣誉之心 四个回合比拼下来 累积最多荣誉之心的团队 可以全员晋级 反之荣誉之心最少的团队 必须淘汰四位团员 其他两支团队则需各淘汰 两位团员 马上呢就来进行我们 第一回合团战最后一场的比赛 那也就是我们的完结篇 那现在呢我就想请问一下 我们夏慧老师 在上个星期的比赛呢 你们队伍胜出 那今天应该是胸有成竹吧 那也不一定哦 我们的八面玲珑也不是省油的灯哦 他们也是挺厉害的哦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说我们还是学你那句 见招拆招 哦 对 对那我们现在就要问夏慧老师 你现在要出什么招 因为我这个这位同学 他是之前有有个经验 比赛经验 所以呢 我先让他打打头阵 好让后面没有比赛经验的 给他们一个强心针 邀请了这位是 许耀元同学 那心灵老师八面玲珑队 你要出什么招呢 吴永生 他是有这个 曾经比赛的经验 所以呢 派他排第一 打第一炮是最稳的 夏日之声队的许耀元 小时候看了一场戏之后 那声音和画面 就一直萦绕着 原来那是爱情的代价 我像是海边的小花 我像是海边的小花 Skype muitas irm inh露 Sharon 让你快跑来 全境地 是天雨灰雨 也遇到了你 阴止我 到温暖的家 redist���chy Minأ 姑娘呀姑娘 是你带我走出了指尖的地方 姑娘呀姑娘 是你是我心头的矮秒 长了腰 只要让我见到了彩虾 我愿意忍受 开启一代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天余回遇到了你 一直我到温暖地下 姑娘呀姑娘 是你带我走出了指尖的礼拜 姑娘呀姑娘 是你是我心头的矮秒 只要让我见到了彩虾 我愿意热烧爱情的代交 八面玲珑队的吴勇生说 游戏终止是百听不厌的歌曲 因为当年与太太趴脱时就常常哼着 我的心早已打烊 我的心早已打烊 在这夜晚不再忙碌爱情 我的心依然成就 一波时不再流行 难道是害怕后悔 才收藏起这一份情 我的心早已付出 全部没有躲避 在这夏日的夜晚 从里吐着两夜 我用醉眼看着灯火 辉煌变成迷离 啊 我心在烂瘦 不说再见 没有言语 我心在烂瘦 不说再见 没有言语 我的心 要用纽的情 我心在烂瘦 情依然成就是 我心在烂瘦 抑制 tri 甜蜜蜜蜜蜜蜜蜜 我心早已打烊 在这夜晚不再忙碌爱情 我的心依然成就 一过时不再流行 难道是害怕后悔 才收藏起这一份情 我的心早已付出 全部没有多余 在这夏日的夜晚 总的渡着两衣 我用嘴员看着灯号 辉煌变成迷离 啊 我心在懒手 我心在懒手 不说再见 没有言语 啊 我心在懒手 不说再见 没有言语 许耀元是新加坡鼎鼎有名的企业家 这首七十年代的爱情的代价 是怎么样跟你结缘的呢 我从小就是在音乐上受罗文的影响 罗文也是我的偶像 因为他也是非常敬业的一位艺人 那永生呢今天选唱这首歌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歌曲在发型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那么我就刚刚成家立业 听到这首歌 别再玩了我们成家吧 是但我们也知道这首歌是林峰大哥的歌 对 我很喜欢林峰 他唱歌是好像一边吃橄榄一边唱歌这样 我的心照一打烊 在这夜晚 不再忙如爱情 像不像 像像像像 我觉得唱歌呢就是要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你们没有模仿唱出自己的风格 但是这个风格我们的评判老师们喜不喜欢 就要来听听看了 好 耀元大哥你好 你好 是 今天唱这个曲风非常的不一样 是那个Jazz风味的 那么其实上爵士音乐跟我们普通的那个音乐 它的拍子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的拍子是很正拍 一 二 三 爵士音乐你要在这个拍子里面游走 慢慢地唱 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唱得更加慵懒一点 你的声音其实是非常好听的 希望你下一场能够再加油 谢谢 谢谢 永生大哥 老师好 是 我真的是觉得你很紧张 刚开始是同手同脚 然后你拉音的时候都听到你很紧张 我自己个人的建议 你在唱歌的时候要有punch 那个这夏日的夜晚 没有多一顶 在这夏日的夜晚 从地度着两一顶 给多一点punch 给我们觉得你这首歌不会那么地平 这一点我也是认同 时间或者是熟悉度方面 可能会造成今天的演唱会比较平了一点 要员大哥 你今天的表演缺少的就是那个投入感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地把自己放进歌里面 我想问你 你刚才在唱姑娘啊姑娘的时候 你在看什么地方 你在看谁 我在找琴婷 爱情的代价的女主角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道具 爱情的代价这部戏 女主角的肖像 那我是准备以它为一个感情投放的目标 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这个道具不能用 事实上它应该会更好 其实看不到东西我们都要看见 然后你的投入感就会在里面 那永生大哥 老师好 歌唱方面我觉得其实你有很投入地在唱 除了一些音准的问题之外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你的处理是相当不错的 我只是对你走路的方式比较有意见一点点 然后唱到一半 有过门的时候你就这样 OK 来 走去右边 OK 走去左边 感觉你的走路并不是歌的一部分 只是因为有人说 OK 你要走路了 你就OK 好 我要走了 所以我看了就觉得 好像你有点不自在 那如果你要逼自己去做的话 你要做到很真实 很自然 做到我们看不出你是被逼做的 本人是想把它演绎得更好 把它走得更自然一点 应该是在时间方面 可能我还掌握得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舞台上的一些动作 那我相信如果花多一点时间 它绝对不会同手同脚 要圆 你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但是因为这首歌是一个Jazz 真的是非常的难 但是你做到的 只是说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说你的口腔的共鸣 可以在语言一些会更好 可以更勇于表达穿透力 永生呢 就是说你的肢体语言不够 给我们感觉比较生硬 但是你表现出我觉得还算是可圈可点 我会比较纠结 因为你们两个都表现得很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那就给你一点时间去纠结 我们先听听看导师们这边的评语好不好 谢谢老师 耀元 音乐里面的话有两种我们说 重轻音 轻重音的那个语气声 你的 就是轻重 就是进口气的时候 是轻口气重的时候 那边你就没有掌握得很好 我像是海边的小花 点根脉穿在你上 这个版本它是比较难掌握的 所以回去再揣摩一下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还有永生 你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在台上的话 你那个正能量非常满了 你好像有这个断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咬字 不要收得太紧 就你会 你的那种 有无息再燃烧 所以我们在 再燃烧不要 你把那些你的咬字 收进去的时候 会变成你的句子会断掉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说 所有今天的队影的评语 都要听进去 我们要从现在开始知道哪里是坠落 我们才从中可以改进 那我觉得因为今天你有改掉 我教你的一些唱法 所以你稍微会紧张 然后呢 舞台的动作 因为就是还没有释放出来 没关系 不淘汰 老师还是满意你的表演 好 是 谢谢老师 夏宇老师这个药员 他是个老板 是 会不会比较难教一点 不会 他挺受教的 本来我们是有一个道具在那里 所以就一个目标在那边 但变成他突然看不到那些东西的话 可能那个投入感就稍微减少了一点点 所以没关系 我们凭想象了 对 还是表现得很好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所以在歌唱的道路上面 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 那今天你们两个人这一组的PK呢 我们要来看看评判老师怎么评了 来 这个云翔老师先来准备 编号2 永生 恭喜 盛安 准备 编号2 永生 恭喜 谢谢老师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八面玲珑队呢 已经胜出了在这一局 宛婷会选谁呢 编号1 耀元 谢谢 好 现在呢 就请你们到后台休息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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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这个回合 夏日之声 暂时呢就是 嗯 输了一句 落败 会不会紧张 不会 没关系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了 现在要派谁呢 这一次我就选这位是 福时金 为大家唱 那我想说就派一个女生来 对我们的夏慧节好了 那就派吴小琪 夏日之声队的福时金 年少时父母管的言 她的心里是非常非常地向往 天涯我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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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风盒子里的季节里 我与你同心 在那金色飘荡的晚霞中 爱情在滋涨 所有年轻年人沉着的梦 我们都做过 而今而半却不曾再想起 你那小雨 就让我抬起头 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床头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 奔向那漫长的旅程 不非和走遍那天涯 何处放场 走在五彩净凤的街道山里 我往哪里去 走在五彩缤纷的街道山里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曾经迷失过自己 就在所有的期盼 都已经落空的时候 心灵深处却用轻易婆婆 释然的快乐 就让我抬起头 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床头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 奔向那漫长的旅程 不非和走遍那天涯 何处放场 就让我抬起头 就让我抬起头 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床头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 就让我抬起头 奔向那漫长的旅程 不非和走遍那天涯 何处放场 走向那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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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面玲珑队的吴小琪 喜欢七十年代 双琴双琳主演的 电影和歌曲 她以踩在夕阳里 来换回记忆 是你在是你在等着我 还是我还是我等着你 还是我等着你 还是我俩是有过情 相见惶惶你 有一个爱的奇迹 有一个爱的奇迹 出现在此时此地 有一个共同的喜悦 才在夕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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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共同的爱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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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夕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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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爱的奇迹 出现在此时此地 我仍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才在心愿里 死心 听说您带了一群家人来支持你 一群 第一次 所以他们来支持我 在哪里 前面第一排 前面的家人在哪 来鼓掌一下 还有我的家人 前面第一排都是你的家人 那我知道小琪好像也是有家人 来这个给你打气加油 是的 在前面 在哪里 灰灰小娃 是你的先生 小孩吗 不是 你孙子 孙子啊 是的 我看不出来 真是年轻的阿嬷 这么漂亮的阿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觉得你们今天的表现如何好不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请云翔老师先来 使劲啊 刚才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啊 你下拍的第一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创拍 不是这么的漂亮啦 有点不稳 很明显的你在拉一些音的时候啊 会有点的呃 绿车这样的感觉 让我抬起走奔向那漫长的绿车 不回头走遍那天涯 喝出荒草 你多多的跟老师请教一下看怎么样的去把你的声音弄得更漂亮 气息弄得更好 好吗 OK 小琪这首歌在70年代的歌曲对吗 那个是夸张年代可能还要Bunch多一点点啦 一些智慧 智 然后采在夕阳里 采在的尾音都不在 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采在夕阳里 唱歌的自有分自投自负自为嘛 所以我觉得你自投自负都OK 就是自为的时候说的不漂亮 整体上我觉得还不错的 谢谢老师 你好 史津姐你好 天涯 你让我看不出你是没有比赛经验的 因为我感觉你很享受整个舞台 也很享受你的表演 没有什么可以挑的 但是尾音你真的要注意 因为每一次你一拉音 你只要一拉你就会flat了 老师也是已经说过了 就是最后的那些尾音 叫我说要加强要注意 已经有一点点的进步了 她是个初学者 短期里面要一下子让她弄到很完美 也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小琪姐你非常的享受你的表演 享受这个舞台 所以我们看了也是非常的享受 只是那个唱歌的声音的拿捏 你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你一开始唱 你就非常强而有力的在唱它 你声音就完全发出来 可是发到最后那个bombombom的时候 应该是声音最洪亮的时候 你反而就收了起来 而且那个部分你的拍子其实有一点跑掉了 唱着这个舞台之后自己也是紧张 会很急这样 感觉她希望赶快唱完了 小琪姐你好 你好 老师 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俏皮可爱的歌曲 那么我觉得你今天的造型跟你的舞蹈 其实是蛮配合的 只是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 《天涯我独行》 那么这首歌应该要 昂起头来向前冲的感觉 那么你这个 就让我抬起头奔向哪 要那种感觉要出来 不可以奔向哪 要收起来 那个不对了 那个感觉 加油 小琪姐呢 唱这首歌是非常的适合 铿锵有力 起程转合都做得相当的到位 加油 好的 谢谢 那刚刚夏慧老师呢 就说到史经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是 怎么个调教她呢 她一直担心说她的词会忘记 因为突然要咬很多很多的歌词 我说不担心就放松地唱 然后当然有那个缺点 我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把它练好 好吗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 包面玲珑队的 心灵老师来说一说 小琪的表现 小琪的表现我很满意 她对于自己比较没有信心 但是呢 你跟了我一定会有信心 我们一起再努力学习 谢谢老师 其实史经在唱的时候 不是很好 不过你后面越唱越好 所以我觉得你是越来越投入 而刚好小琪就相反 你是越唱越弱 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各有千秋 那我们听听看评判老师们 觉得怎么样 编号三夏日之声队的史经唱得比较好 还是编号四八面玲珑队的小琪唱得比较好呢 来 王请 我请廖婉婷 编号四小琪 恭喜你 云翔老师 也是编号四的小琪 那也就是说八面玲珑队在这一局呢 是胜出了 肯定胜出 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帅哥洪胜安里的 打分到底是给谁呢 也是编号四 恭喜小琪 那时间没有关系 都已经说了嘛 对不对 比赛经验比较不足 我们继续努力学习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小琪老师 要不要动用加分权呢 还有最后一位对吧 我们不要给他一个压力在那里 所以这位是廖建伟 好 那欣琳老师 最后一位学员 也是要派他上场了 有经验的吗 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华金连华 算是没有经验 那就安排我这位男学生 魏文 下日支撑队的廖建伟说 再回首 那份年少记忆 依然存在 有平静 也有美好 再回首 云这段归途 再回首 静静迷腹 今夜不会再有 难舍的旧梦 曾经与你有了梦 今后要向谁诉说 再回首 再回首 背影已远中 再回首 泪眼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统迷惑 曾经在悠悠晚 反反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荣荣才失陈 再回首 缓软如梦 再回首 我心依旧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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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 长路 摆着我 曾经在 悠悠 安安 反反复复中追问 再回首 再回首 缓软如梦 再回首 我心依旧 只有 我心依旧 只有 那无尽的 长路 扮着我 再回首 那不 insider 约 八面玲瘤队 的芮文 从小受妈妈的影响 专门听遥眠歌曲 而《诺言》这首歌 就勾起了年少时光的回忆 有这么一点点 虽然是我为他洗下的诺言 也是我常在的内心的心乱 我梦远心乱 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 我成为他洗下的诺言 不知怎么能瞬间 想起他消瘦的信念 希望着有这么一点点 虽然是我为他洗下的诺言 也是我常在的内心的心乱 诺言 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 虽然是我为他洗下的诺言 也许我常在的内心的心乱 也许我常在的内心的心乱 我也心愿 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 廖建伟唱的是江玉恒的这首《再回首》 其实我也蛮喜欢江玉恒这个歌手 尤其是他那首《跟往事干杯》 为什么不选这首歌 也是喜欢 但是《再回首》比较熟悉一点 听老师说可以 应该就可以了 那瑞文感觉上也有一点点那种刘文正的唱腔 有刻意模仿吗 这首歌 反正是刘文正的 我都会模仿 其实你只要唱刘文正的歌 你不模仿 你都会感觉有点在模仿 对 因为他的歌就是好像非这样唱不可 对 我成为 我成为 就怪怪 那就是陈建兵的唱法 可以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 觉得你们今天的表现如何 哇 两位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 去参加少年卡拉OK比赛 应该也蛮适合的 县伟大哥 我觉得其实你歌曲的处理相当不错 就是该有力度的时候 你都有唱上去 然后该揉的时候 你有把声音放揉 整体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只是你要注意你的拍子 因为你的主歌拍子一直 比较快 就是一直有出现强拍的这个问题 当我唱到第二段的时候 我就知道拍子有点跑了 可明显就是那个拍子 一进去的时候 那边就有点有点不准了 瑞文大哥 你唱歌其实就是会比较花俏一点 然后又染了金色的头发 然后穿的这么金 你的诺言 应该没有什么女生会相信 所以可能下次换一首歌 瑞文老师一直都在劝我 不要用太多那个花俏的那个方式来唱 就是用很平常的那种唱法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在改 其实我觉得你有非常投入在唱 所以其实我们都听得蛮投入 都蛮享受的 谢谢 好 建伟大哥 第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用太多的力唱了 后面越撑越辛苦 up key的那里 你会唱到差不多真的要破音了 瑞文 我觉得你并不需要太模仿那个刘文正 就让她的那个一点点那种鼻音上来 然后你是唯一一个参赛者唱歌 那个牙齿那个牙齐全部看到完了 所以你的笑机提得很高 所以我希望你下一次能够 可以唱回你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好好地听你这个漂亮的声音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请云香老师 建伟 我觉得你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然后你唱出那个沧桑的味道 所以我非常喜欢 还有就是说唱到后面的时候 他突然间的音乐都静下来的时候 我还是发觉到你的脉还是拿得相当远 他是你的爱人 你要跟他讲话 你一直拿这么远 距他千里之外这样 所以的话变成一种秘密倾诉的感觉 这点我肯定认同自己学唱歌的都有很多坏习惯 就比如说那个麦拿得太远之类 老师都提过 但是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练习去改掉这些坏习惯 OK 那瑞文是吗 瑞文好会演啊你 站在那边 不是每个人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唱 这样望天这样唱 因为如果我唱的话我可能会忘记歌词 那么你讲你学刘文正 那么我讲说一件事情就是 你也多看刘文正她脸部的表情管理 她虽然的牙齿是这样的 但是她还是很帅的那种 美女老师通常比较会教美 她没有这么擅长教学 但是技术上 我觉得你的技术上用得非常的好 谢谢 但是整体上两位真的是非常出色 谢谢你们 两位我一起说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们开始的时候 情绪都鼓都太崩了 通常歌曲在进去的时候 有浅入深的话 我们才可以很舒服的被你真诚的情绪 带到后面的高潮的情绪 好不好 所以你们两个克制克制一下你们的情绪 OK 加油了 谢谢老师 瑞文啊 其实我交代她的东西她都有做到 我其实对她是相当满意的 那如果我现在马上要改她的唱法 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暂时不要给她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我还希望她很乐意来上课 好 我们一起加油 瑞文是让我有点担心的 因为她差点不能来参赛 那今天彩排的时候 我还问她会高吗 要不要讲起 因为喉咙会有一点影响到 她说可以了 我说你就尽量吧 因着我为了这件事情感动我加分 嗚呼 谢谢老师 夏慧老师要使用她的加分权 哇 在建伟身上 也就是说给建伟加三分 那我补充一句 我的所有的学生们不是我不要加分 而是我想就是看一下你们在第一场的实力 然后我们之后才来策略一下要怎么做 我们暂时是让一让年纪比较大的敬劳尊仙 好的 那现在呢不管怎么说 我们在这一组的PK当中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评判老师们 他们到底比较心仪哪一位参赛者的演唱 到底是比较喜欢编号舞夏日之声建伟的演唱 还是比较喜欢编号六八面玲珑瑞文的演唱呢 来 比较刺激一点的 好 一起翻 一 二 三 洪生安选择五号 婉婷还有云翔老师选择是六号瑞文 恭喜瑞文也就是八面玲珑队呢 在这个环节又胜出 歌手团战交锋 他们下足苦工 让舞台亮起来 到底谁的表现最好 好的 我们第一回合团战呢 第四场的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两个战队里面 到底是哪一位参赛者 他得分最高 请看 好 我们看到了八面玲珑队 最高分是吴小琪77.5分 夏日之声队最高分 廖建伟80分 那是因为他加了3分 好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呢 两个战队在今天的表现 总成绩到底是多少分 好的 八面玲珑队总分231.5分 夏日之声队232.9分 好的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场的比赛之后呢 他们两场的总成绩 到底各是多少分 来 请看 八面玲珑队总分460.8分 夏日之声队463.6分 好 那也就是说呢 夏日之声队以2.8分胜出 恭喜夏日之声队 哇 那下星期要进入的是第二回合的团战 要PK的队伍分别是获胜的两队 是 那就是由杰出非凡队 对垒夏日之声队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从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 我相信我们还是以后再说 我不敢这次说我一定会赢 我们还是以后再说学生们要努力 同学们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来加倍地练习 因为老师的三分已经用完了 接下去凭自己的实力 凭我们大家的练习一起加油 看你的样子 感觉你就是当中的女演员这样 谢谢 方家明经验老道 不过他每一次比赛总要出一点状况 我总算打破自己的魔咒 顺顺利利地把真首歌给唱了 你唱歌有一种很忧郁的眼神 每个参赛者来到台上 他们的眼神都是忧郁的 压力很大